私立大专院校用地原来是公家资源 去年体大选拳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妻子 经营的维多利亚双语学校 因为以每平租金8元的低价 向台糖承租的土地 在选举期间引发不少争议 今天高教工会召开记者会 公布从台糖取得的资料 发现全台有21所私立大专院校用地 也向台糖廉价承租土地 这21间私立大专院校所承租的这些校地的面积 相当等于14个大安生的公园这么大 然后最低的租金 大概只有第一道每平只有每平2.2元 然后其中更有三所 我们发现有三所私立大专院校的校地 它的所有的校地 全部都是透过跟台糖承租的 根据高教工会跟台糖取得的资料 其中跟台糖承租土地 最低租金的前三所学校 第一为南华大学 每平的2.2元 第二为慈惠医护专科学校 每平2.3元 第三为大人技术学校 每平2.7元 再来是成租土地占校地面积 第一名有三个 分别为环球科技大学 台湾首府大学 与慈惠医护专科学校 各占学校面积的百分之百 最后则是成租台糖土地面积 前三名分别为第一的明道大学 第二的道疆科技技管理学院 第三为中华科技大学 高教工会表示 依照台糖预算书 台糖土地与租金优惠前至净收益 为申报地价4.5% 而学校租用土地租金 净收益仅为申报地价值2.75% 台湾至少以6折的价格 将土地租给私校 以租期均文50年计算 这21所私立大专院校 透过廉价租用台糖所属土地 每一所学校至少省下 2000万到3亿元左右的经营成本 合计超过31亿元 高教工会呼吁 这些私立大专院校一旦停办 应该立刻启动解散清算程序 并将解散清算后的校产资源 回归到地方与中央政府 继续投入公共教育中 另外这些学校应该优先设置 公益董事与教职员生董事 落实真正有效的公共监理 台糖表示 全台向台糖租地办学 是依据经济部国营事业土地出租 及地上全处理办法 规定办理 配合政策释出土地 通过对学校类 社会福利事业等用途 给予土地租金优惠 租金为申报地价的10% 其中租金打折优惠分权两种 一种是依租金按申报地价 总额10%乘以8.25折优惠 另一种为地价税减免回馈 也就是经税捐机关 核准免地价税者 全数用于租金内回馈成租人 学校或社福单位 可以选择上述两种租金打折优惠 这期教育优惠者提出申请 台糖强调 教育部同意涉学后 台糖常会出租土地给学校 而且土地出租一切依法办理 教育部表示 依照私立学校法规定 学校停办后 教育部无法命起解散清算 目前也没有法员要求 这些私校优先设置 公益董事或交职原生董事 且私校是一台糖规定 陈出土地 属于司法自治范畴 不宜将其与公共监力混为一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并未经许可,不宜党 有限公共监力行为一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杨栋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公共监力行为一谈